你們看兩排熱情洋溢的棕櫚樹 正在跟我打招呼呢 而且前面這一棟 超氣派的歐式建築 這裡是南投草屯的五星級酒店 已經成為當地的新地標 好 那麼現在就跟我一塊去培養一下當貴族的氣質囉 張董你好 初次見面喔 真的感覺到你散發出的美感喔 是跟這個酒店很配合的喔 你本身也是一個很喜歡藝術的人嗎 那當初我們蓋這個酒店 保安來6號發現酒店的用意就是說 因為我們這是屬於觀光性質的飯店 那一開始的概念是希望 讓這些來台灣旅遊的人 不只在景點上喜歡去拍照 然後他最深的印象 當他入住飯店以後 讓他回去有個好印象 在這個飯店裡面 每個角落都是他拍攝的景點 在於地理方面 其實草屯來講在於交通上 應該是算台灣的中心點 所以他交通地理方面 我是認為是算滿好的 你怎麼來做一個規劃呢 外面我們有四個店面 那有分做三棟是在外面 那飯店的部分我們一樓 就是當然就是櫃台這一部分 那還有餐廳宴會廳 那其他二樓以上 這是屬於我們的房間部 其實每一間房間的家具 的取材還是不一樣 那我們的家具有從 從中國到了東南亞 到歐洲 法國都有 那我們頂樓有個Lounge Bar 那晚上的氣氛氛圍都是滿好的 那我們上面的一些美人樹 我們種的還滿多棵的 有差不多幾十棵 跟那個霸王椰子 要來參觀房間之前呢 我們會先經過這個廠場的走廊 它像極了藝術走廊 怎麼說呢 因為這個牆上都掛滿 老闆從國外帶回來的真機畫作 據說整個酒店就有三百多幅 這麼多耶 那我們現在去參觀房間囉 我現在進到第一個房間 是伯爵的行政套房 那我坐在這個區域 就是伯爵的交椅廳 跟他的一些貴客 然後在這邊洽談生意 使用的一個空間 後頭就是伯爵的辦公桌 那麼伯爵睡覺的床 是特別加大的 才能顯示他珍貴的身份 現在呢 進到這第二間房間 就叫做爵士雙人房 老闆特地從國外帶回來的床架 每一間都長得不一樣 像是呢 這一間呢 它是有這個四根床柱 搭配著這個衣櫃相呼應 非常浪漫喔 另外呢 還有比較多人入住的 豪華家庭四人房 這一間呢 非常適合小家庭的溫馨出遊 而且我非常喜歡這個房間 顏色以及家具的搭配 它可以培養小孩子 從小對於藝術創作的美感 國王 我們已經到達目的地了 我要下馬了 王后家道 你好 你看看這裡 好漂亮喔 是我小時候夢想的那種歐洲城堡耶 是 是 是 這間的話是我們全飯店裡面 只有唯一一間的總統套房 這裡就是我親愛的國王辦公的地方 對不對 對 沒有錯 我們國王除了有很多朋友之外 還有很多客人 還有很多那種協議要商量 哇 房間一樣是金碧輝煌的耶 而且我覺得光子躺在這個床上 真的有皇后的Fu 你看看這個床架 天啊 好隆重喔 那皇后用的衛浴 當然是特別的大囉 好啦 絕對 我們有分乾式分泥 對 有淋浴的跟浴缸的都有 咖啡膠囊這怎麼使用 它非常的鹹 那它只要把這個膠囊呢 放到這個機器裡面 然後再按一個按鈕 是 按下去之後呢 它就會有咖啡出來 皇后 那咖啡來喔 真的是皇后般的享受耶 好香好濃的咖啡喔 而且還有夜景可以享受耶 可以看到我們草庭 所有全部的飾影 一早醒來走進酒店的早餐廳 歐式新古典後現代的設計空間 搭配各個餐桌上 擺放豐富精緻的餐點 要給你一場最華麗的饗宴 你們看皇后在宮廷裡面 享用的早餐當然是很豪華囉 就連座位也是在南瓜馬車上享用 要中式的就有中式 要吃西式的也有西式喔 那麼想要吃生菜沙拉水果也有喔 另外呢素食這裡也有提供喔 你們這邊酒店也看到 當地有一些民俗活動耶 對 我們這邊剛好你剛剛來的時候 剛好有看到一些 就有那個神明落盡 我們這個神明是我們東南亞 最大的那個財神野很榮幸 那個財神野光明我們酒店 在探訪完這間酒店之後呢 我感受到董事長不只是一個經營者 而且他還帶有濃濃藝術家的性格喔 他把美術館的概念 融入在這間酒店的經營裡頭 也讓每個入住的客人 都能打開他們的 美學國際的視野